好,有兩個跟影片製作有關的APP 我給各位稍微看一下 在這裡 好,那 這邊有兩個 一個是那個 這個是華碩的 華碩的微電影 華碩也有出喔 另外一個是什麼 在下面有一個叫Quick 這個是GoPro GoPro有聽過吧 運動系列 他的頭盔 就是那個帶運動的那個攝影機的 這個是被他併購的 Quick是被他併購的 那我會選擇這兩個 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這兩個 輸出的影片 第一個都是剛畫質 第二個沒有廣告 這很重要嘛 其他也有啊 比如說我也常看到 人家用一個大陸的叫小影 小影也不錯啊 可是他就是 你沒有付費 只有一個廣告在裡面 那我給大家看一下 用這個微電影的方式好了 你看我進到這個微電影 早上呢 我有特別 把上飛機 飛機上 還有我們這裡的 有稍微拍一下 你看這邊 有沒有看到有個電影主題 對不對 你就把它點一下 那你就把你的照片選一選 你看在這裡 我就把照片 我要的照片 勾一勾 你也可以是影片 勾一勾 好這樣好了 我選了八張 然後我就下一步囉 我就下一步 接著你就選範本就好了 不小心就做好了 不小心就做好了 有聽到音樂了嗎 這樣你了解了嗎 現在做影片也可以很快啊 那上面的這些 可不可以再做調整 可以啊 這些內容都可以再做調整 包括你的音樂 包括你的影片 甚至剛剛上面是不是有一些文字 你都可以再改 點一下文字 你如果需要 你看剛剛他的字幕有沒有兩個 三月一號 然後這裡 你可以改一下 這個 這個字我不要 我編輯一下 這裡 那我就用語音書囉 金門大學研習 哇 金門的金 所以這個錯了 我就改一個字 確定 好 有沒有上面那個字就變了 對不對 所以其實它上面有很多範板 那下面Wonderful Time 那些都可以改 你看字幕 看你要幾個 它裡面有好幾個 所以你改完了 就OK囉 打個勾 好 標題變了 這樣了解吧 那你弄好就輸出就好了 所以其實現在就是說 你要 我們下午介紹很多什麼 都是這類的工具 也就是說不管你個人的電腦也好 你用雲端的也好 他們都有一個很重要的特性 今天大家裝置很多 那你怎麼樣把這些東西整合起來 然後呢 提升你自己的學習效率 提升你自己的工作的什麼 效率 這很重要對不對 工具 只是工具 我不會說因為用了它 永遠都用它 我會再騎驢一招嘛 因為我會看看 有沒有哪些工具更好的 更符合我需求的 那我就會改換別的工具 目的只有一個 希望把我自己要做的事情 能夠更快更方便的完成它 因為我是目的導向的 我不是工具導向的 這樣有了解 OK 好 來 所以這個給大家稍微看一下 事實上這些APP真的也很方便